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俄吉纳奇,有一座塞汉陶来边境派出所,这里是全国边境管理区中辖区面积最大的派出所。 每当神州飞船返回之际,这里的名副警便拥有了另一个特殊身份,陶来神州警队。 他们会同辖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、户边员以及牧民,共同承担起神州飞船着陆回收期间的外围安保工作。 从入户宣传政策法规,到巡逻排查安全隐患,再到帮助牧民回笼牲畜。 在神州飞船返回前的一个月,逃来神州警队就开始忙碌不停。 队长南丁介绍,看似简单的排查与入户工作,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。 辖区面积广袤,牧民居住分散,路途遥远且路况差,再加上厂矿区人员流动性大,这些都为安保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。 记者了解到,这些年来,陶来神州警队由最初的10人扩大到现在的73人。 不仅队伍壮大了,他们也在巡护工作中用上了科技助手。 飞船着陆区内有不少无人区,牧民家的牲畜乱跑很难找寻。 以前靠开车或步行,有些牲畜可能几天都找不到。 现在,民警们用无人机,通常半天就能解决,更好的帮助牧民回用牲畜。 原先的有些工作可能我们需要三四天来完成,但是现在自从用了无人机,我可以装托平台之后,我们有些工作我们半天,甚至不需要半天时间,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工作。 11月3日晚8点,距离神十八返回的时间近了,陶来神州警队已整装集结,按计划前往各自执行点位。 由于部分设施位于戈壁山间,车辆无法到达,大家冒着刺骨寒风徒步前行,借着灯光逐段排查。 11月4日1点24分,伴随着一声巨响,返回舱成功着陆。 等候一夜的搜救车队瞬间启动,在着陆核心区出入口,道路风控组的民警,立正敬礼,向航天英雄致敬。 欢迎航天英雄为家,起立! 神州十八号,返回舱外围安保任务,我们终于圆满完成。 对自己这个做的工作,包括事业感到很荣幸,也很高兴。 欢迎航天员安全返回。